欢迎收看清点话题 我是徐清皇为您清点最热话题 拜席会昨天落幕了 但后续的议题持续延烧 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时间 今天早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直接了当地表示说 美国明确支持台湾关系法 它是独立的 由它自己做决定 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呢 而昨天晚上 美国白宫安全国家顾问苏利文 参加了拜席视讯会晤线上研讨会 针对台湾议题又做了哪些分析呢 等一下我们的来宾会为您独家揭秘 而最近在科技圈有三个字非常的夯 那就是元宇宙 不仅脸书为了它改名字叫Meta 在台湾还有许多科技大厂 抢搭这班宇宙列车 甚至还有投顾清点了台积电联发科等等大厂 而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更是表示 元宇宙联发科已经ready了 许多的股市的大企业更大涨一波 连副总统都到Meta去参观了 后续会怎么发展呢 就在拜席会看似风光落幕的时候 中国的疫情却持续延烧 现在更传出大学校园的群聚之线 连中国第一首府北京大学都传出有风效危机 稍后我们的来宾会为各位分析 首先介绍来宾 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 大家好 科技公司总经理吴金荣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财经专家张振威 清华好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大家都关心的是 拜席会后到底拜登讲了什么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 不要太常逼老人家讲话 讲错话逼老人家讲错的时候 会讲出更多中国所不想听的话 什么意思呢 昨天中国的官媒一直在不断地做大内宣说 拜登不支持台独 拜登不支持台湾独立 结果呢 美国的媒体记者拿这句话去问拜登的时候 拜登讲出了更多的话 什么叫更多的话呢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拜登讲的话还分两段 第一段是什么呢 是新闻媒体去问他说 这个关于台湾有任何的进展吗 结果美国总统拜登竟然说 It's independent 说台湾他是独立的 然后他自己会做决定 结果记者再去问他一件事 问他说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改变呢 结果你知道美国总统拜登怎么说吗 美国总统拜登的讲法是说 什么事都没有改变吗 什么叫没有改变呢 因为我们就是照着台湾关系法 我们不鼓励独立 但是由台湾自己做决定 换言之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 台湾本来就是自己做决定的 结果拜登反而讲出了更多的话 所以台湾男大哥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时候的话 越讲越明越讲越清楚呢 好我先把这个拜席视讯通话 在昨天台北时间早上 大概整个的样貌 还有后续的这些发展 跟各位做一些很清楚的说明 这一次的拜席的视讯通话 其实主要的目的 不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 或双方做出很实质的让步 而在互相建立一个两国领导人的互信机制跟对话机制之后 共管这个冲突 避免造成插枪走火的误判的情势 这一点在双方在谈之前 都是有共识的 所以美方也都压低了各界 对于拜席的视讯通话的期待 当然有一些议题是可以谈的 我们之前谈过了 那么包括主要气候变迁核武扩散的问题 还有一些区域冲突的问题 但是有些就是各自表述鲜明的立场 包括人权的议题 那么包括南海的议题 重中之重的台湾的问题等等 还有美中处于一个竞争的状态 共同控管分歧 部分的合作 避免不必要的意外的冲突 这样的整体的氛围之下 是整个的拜席视讯通话的大的框架的氛围 那么谈了三个多小时 绝对不可能讲空话 一定会有一些很具体明确的 这待会我们继续说下去 就说大概会谈了什么 那么在这个同时 会后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刚刚清华刚讲的 北京做大内宣 清华社发布的新闻稿 说习近平强调一中原则 那么在建交公报 这个三公报的基础下定义美中关系 那清华社同时又讲说 那么拜登总统 重申了他的一中政策 其实他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的一中原则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清华社就不特别讲 就讲拜登 讲了重申了一中政策 并且不支持台独 这个等于是把这个话 塞到了拜登的嘴里面 我稍后会跟各位报告 因为事后美国的国安顾问 那么苏利文跟智库 有很清楚的简报 那么也完全没有提到 在会中拜登有讲过 不支持台独这件事情 好了 那你中国的大内宣 把话塞到拜登的嘴里的时候 美方也立刻第一时间 美方也不是看不懂中文的 第一时间就去看说 那这个中国的官媒讲了什么话 这个时候在第二天 拜登到汉布什尔 出席相关活动的时候 在白天媒体就问他说 这个北京的官媒说 你不支持台独 你的看法到底怎么样 你们怎么谈的 所以拜登就讲出了 刚才清华说的那句话 原文是说 It's independence It makes its own decisions 我觉得最好的翻译的方式就是说 至于台湾的独立 由台湾自行 做出自己的决定 不是这样吗 我们本来也是这个看法 对 就是说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前途 由台湾的人民 依据自由的意志 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就好像谭耀男大哥是个男人 不会因为我支持或是鼓励 你就变成女人 是 所以拜登的立场很清楚 他说 那台湾这个事情 要台湾自己决定 到了晚上 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画面上的 拜登准备要离开 回了白宫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他上直升机之前 媒体又说 那个拜登总统 你白天的时候说 台湾独立的问题 你是不是支持 台湾独立的立场 那他就说 我们完全依照台湾关系法 作为跟美台关系的基石 我们不鼓励 台湾独立 但是这件事情是要由他们 他讲他们就台湾 自己决定的 好 这个事情 第一个 没有违背美国一直以来的 立中政策 也没有违背美台之间 整个的框架 那么包括所谓的 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 而且直接打脸了中国的官媒 新华社 新华社不是一般的媒体 新华社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是要在起码 最起码要中共中央办事处 就丁薛祥 以及中宣部 要核准的一字一句 要先审过的 对嘛 所以审过这个字的 这个字句的人 其实也是昨天早上 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跟拜登视讯会议的 其中的人之一 那他说 拜登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件事情 你马上第二天早上 拜登就打脸回来 我没有讲这个话 所以很清楚明确的就是说 这个事情 双方用各自表述 大内宣的方式去操作 他都会引来反作用力 我认为拜登总统既没有失言 也没有超越 原本美台关系的架构 跟美中政策执行之下的基调 和拜登跟习近平通话的基本内容 他做进一步的澄清 其实这件事情反而是好的 反而是好的什么呢 避免有人再去扭曲 用内宣的方式去曲解 美中对话的根本质 还有甚至是美中对话内容 还有后续的影响 我认为从此以后 你先想看 从美国的拜登总统 到国安顾问苏利文 到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每一个人直接面对媒体 直接把当时候的状况 用具体的文字还原表述 我认为任何谁要去操纵这个事情 都是不容易的 而且这件事情 我认为很多人过去 昨天到今天在讲说 哎呦拜祭通话 两边要做什么交易 是不是打台湾牌要倒霉 对台湾有影响 很多蓝银的朋友 有这样的论述 我在这边公开讲 拜祭通话 美中关系的维持一个 避免插江筹火的意外的状况 这件事情对台湾是有利的 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美中关系发展的状况 不会牺牲到美台关系 或台湾的利益 美台关系和美中关系 其实概念上已经变成 两条平行线在走 基本上没有一个 互相的拉扯的效果 第二个 其实美国以现在的氛围 拜登的团队要做出什么重大 跟中国政策的让步跟改变 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我们来讲 我们维持我们现在的基调 我们维持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格调 格局 继续发展我们的内在体质 继续维持现行的状态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关系 在整体的宪政架构下 继续往前走 这件事情 中短期之内 甚至往更长远来看 都不会改变 而美中关系的和睦 对我们来讲 未必是坏事 而且谭耀男大哥 昨天参加了在 布鲁金斯研究院的 拜祈视讯会晤的线上研讨会 这场研讨会里面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苏立文 他也有参与 所以谭耀男大哥 他幕后有什么 值得大家要观察的重点 好 非常有趣的事情 亲王你刚刚提到 这个再一次的凸显 美中的这个整体的思维 是如何的不同 那么中国就是宫廷政治 然后呢 靠这个官媒党媒 做大内宣 那美国是非常非常透明的 昨天 那个拜祈通话之后 那么结束之后 大概已经在美国 美东时间11点多钟了 所以他们这几个参与 还有幕僚的人 离开都已经过了午夜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 就是各位看到这个画面 那么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 这个会长 就是四星上将 前四星上将 那个艾伦 那么就邀请了国安会的 这个国安顾问 苏立文 那么做一场视讯会议 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也有时候要参加 那么非常清楚的把前一天 拜祈通话的主要的内容 跟框架 那么拿出来 而且并且接受现场将近15分钟 这个提问 这个提问是由这个艾伦会长 来提问的了 那么非常的清楚 透明 后来美国的媒体 也有部分的转载相关的内容 但是我可以很简单的讲一下 有一些小的故事 小的事情 譬如说苏立文就公开讲 他说拜登直接跟习近平说 他说我的爸爸这样告诉我 他说有的时候意外的冲突 比刻意的有意的冲突 来得更糟糕 那他讲这个话 其实就是在告诉对方说 我们今天坐下来谈 不是要谈什么实质的议题 或做出什么让步 我们要控管分歧 要让误会 造成更严重灾难性的冲突 能够有效的避免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苏立文也提到 他说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状态 所以激烈的竞争 更需要密集强力的外交 他说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intense 是密集的 是激烈的 是凝聚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 像过去那么几年来 双方没有对话 没有交集 跑到阿拉斯加 然后两边就开始 对方中国就开始喊话 然后呢 所有件事情只有习说了算 所以中边这个外交部长 陈吉或国务委员陈吉的 杨洁篪跟王毅 看起来已经位高权重了 已经是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了 但是在谈这个事情 美中关系的时候 他们其实一点权限都没有 而且在外面的时候 其实呢 是对着习 对着中国国内在讲话 而不是真正在做外交 所以拜登已经体认到说 我要进行元首外交 要top down 由上往下 这个才能够控管分歧 避免意外的冲突 所以这些小小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在告诉 与会的相关人员说 其实拜登主要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 高层次的对话机制和框架 因为坦白讲 在美国华府也有很多人 怕这个担心 拜登在跟这个习近平做出什么 对美国的利益 极为不利的一些重大的让步 对 那美国的共和党 包括川普 包括美国的建制派 其实 甚至民主党也有很多进步派的人 也是这个立场 其实正在用放大镜 严厉的严格的检视 拜登团队在跟中国之间的交往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透明清楚 在第一时间 当然不是对全部人 但是后来媒体也转载 就是说 对这个相关智库决策圈 做非常清楚的说明跟报告 一则显示 美国在做外交政策决策的时候的透明 第二个也就告诉你说 其实拜登在走钢索 要非常非常小心 一不小心被国内政治政坛 包括这个共和党的压力 可能来得更大 那另外就说 我刚刚讲了 在提问的问题里面 第一个被提问的问题 就是跟台湾有关 台湾的问题是重中之重 到了第二天 刚刚前段我们讲的 这个拜登在被问到的时候 在新汉布什尔州被问到的时候 他也就是只有提台湾跟南海 不是吗 所以台湾的问题 在那一场 苏立文在布鲁金斯学院的 视讯会议简报的时候 就很明确的是 第一个被提到的问题 那他在台湾的问题上 就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一法三公报 跟六项保证的基石 这是拜登当场跟习近平说的 但是没有讲到 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话 他也一再讲 说我们要讲的 除了一中原则的基石以外 另外我们就重申美国的立场 就是重申希望避免 中国不管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 用非和平的方式 就是讲武力 来改变现行的状态 换句话说 台海的目前的和平跟稳定状态 两方都要有责任 三方要有责任 美中台之间都要有责任 军事的政治的其他的部分 都不能够用片面的非和平的方式 改变现行的状态 那么这个是苏利文在做简报的时候 提到了拜登很明确的 把这个话讲给习近平听 那我要请教你一件事情 就刚刚台湾人大哥解释的很清楚 可是你看到中国从昨天到今天 哇跟洗版一样 大打新闻战啊 讲的都是说拜登不支持台湾独立 然后呢狂洗版 甚至还有人说台湾完了 你看美国总统拜登都表态了 这种新闻战 中国打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为了要掩饰什么 你可以看到昨天中国 全中国的小粉红 全部都高潮了 全部都嗨了 超级 然后呢就开始 哇做各式各样的分析说 你看看我们中国多棒 包括从第一点 时间上面 我们这边是白天 你看看美国 他们开完会都半夜了 他们半夜为了熬夜 都还要跟我们习主席见面 开这个峰会 是这样子吗 他们有做出这样的诠释 所以中方占了上风 这是第一回合 中国又赢了 第二回合是说 你看看我们习主席在讲话的时候 拜登在干嘛 情做笔记啊 乖孩子 好学生啊 我们中方再胜一回合 又赢了 又赢了 立刻迅雷不及掩耳 第一时间立刻发布了这个 他们两个人会谈的内容 然后强调说 拜登不支持台独 然后呢 美国得要等到隔天早上 他们的隔天早上的10点钟 白宫正式发布 他们的声明等等 还有苏立文出来讲话 会新闻发的速度快 也代表赢第三次 赢第三次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个新华社的 这个新闻 新闻抢快的速度 因为中方必须要获得权势权 他只要先抢先 做出了这个权势 就等于帮这场会面 先定了一个调 那至于美国会不会 接下来否认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这样讲 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中国内部的 这些小粉红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先定了调 刚刚耀南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新华社硬把说 不支持台独这句话 硬塞入拜登的嘴里面 可是白宫的声明 明明就写得极为清楚 美国持续奉行 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六项保证 强烈反对单方面 改变台海现状 或者是削弱 稳定和平的行为 这句话当然就是 讲给中国听的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是谁要单方面 改变台海现状 消灭和平稳定的状态 就中方啊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 做出这么多的诠释动作呢 因为在拜习会结束 四个小时之后 中共就公布了第三份历史文件 这件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说 重不重要 超级重要 那在这个历史文件当中 白纸黑字写出 两岸统一为历史任务 也就是明明白白的把这个 两岸统一是历史任务 加进了他们的共同决议里面 就是说在六中全会当中 各个分组都争相发言 激烈辩论 这显示出什么 这显示出习近平 其实对于内部 没有完全获得控制权 内部其实对于他的意见 是多的 所以才要激烈辩论 争相发言 他的权力巩固 恐怕仍然有非常多的挑战 这人民日报 用头版给你登了 开什么玩笑 这件事情严不严重 超严重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我当然维持我的地位稳固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也因此 当拜登跟习近平见完面 然后谈到台湾问题 然后你看看 美国不支持台独 这些东西 就会幻化成为习近平 巩固权力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句 拜登扮演了 其中的一个龙套角色 台湾也扮演了 他其中的一个角色 目的其实都是为了 要削弱他的内部的权力上面的 这些有意见的声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官媒的宣传 已经宣传到了 征服宇宙的程度了 但最近在科技圈 也有三个字非常夯 就是元宇宙 连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 还特地参访了 META台湾办公室 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呢 稍后回来告诉你 最近三个字很夯 叫做元宇宙 你看到脸书 Facebook为了元宇宙 改名叫META 你也看到副总统赖清德 特地参访META的台湾办公室 而且你还看到 台湾很多科技大厂 都在抢搭元宇宙列车 然后相关的概念股 几乎涨翻天 所以你看到 中光店跟他站上边 股价可以从四十几块 一路跑到八十几块 你也可以看到 元宇宙需要有5G的支持 台阳的股价 也从二三十块 涨到八十几块 所以我们请教吴金龙大哥 元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科技大厂 都跟他沾上边 股价也跟着翻了天 首先我们说文解字一下 说文解字 元宇宙其实是从英文的 METAVERSE翻译过来 METAVERSE就是META加上UNIVERSE META的意义 简单讲就是超越 就是超越 那翻成元是大陆方面翻的 事实上我觉得比较恰当的方法 应该叫超宇宙 超宇宙 超宇宙 METAVERSE简单的概念我们讲 其实它是一个超大型 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 超大型线上角色扮演游戏 连发科的股价都跟着站上千元以上 它比这个还要再涵盖一点 还要再广一点 我们所谓 它游戏只是一部分 它把它建构一个世界 简单讲 它是一个虚拟世界 那么大家都可以参与 那么大家都可以角色扮演 所以它是跟真实世界平行的 另外一个虚拟世界 对 是一个虚拟世界 那么我们简单讲了 元宇宙现在才刚刚开始 整个定义坦白讲也不太明确 不过您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大家在对于 就是internet 就是网际网路的下一步 那么网际网路呢 它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web1.0 web2.0 这个部分网际网路 我们可以遨游各个部分 但是呢 看起来我们看到了 当然平面啊画面 下一个部分就元宇宙 元宇宙说你自己可以 就是非常深层的进论到里面 我们第一个来讲 最早的元宇宙的概念 是大概在2003年 元宇宙最早是有一位 有一本科幻小说 叫做溃雪 Snow Crash 这个溃雪里面 它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溃雪里面一个主角 溃雪这一个作者 它主角叫做Hero 就是英雄 日文的英雄 这个Hero呢 他白天是一个披萨的外送员 但是晚上他是一个骇客 那骇客他去创造一个虚拟 他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在那虚拟世界 他就变成了一个英雄 那么虚拟世界里面 他们去 白天送披萨 晚上当英雄 对 晚上当英雄 那他在里面可以扮演很多 那他去追踪 有一个叫做溃雪的病毒 也是一个这种毒品 那这个病毒呢 他去追踪过程里面 那创造里面 一个就是 他就讲的 我们叫Metaverse 这个在他的书里面 就提到 另外一个盖 另外一个创造叫做Avatar Avatar就是Avatar Avatar的意思就是化身 也就是说 这个外送员 然后又化身一个大的英雄 很厉害 那我们简单讲 眼里就除了这个游戏以外 它建构一个我们社会所要有的 第一个从底层 它是用我们的区块链 可以有虚拟的货币 你在里面 然后呢 你在里面 虚拟神经的游戏里面 也需要花钱 你也可以在那里赚钱 也可以在那里开店 盖自己的房子 全部都是虚拟的 那么这个虚拟的概念 我们简单讲 就是说其实人类 从远古到现在 第一个人当然为了生存 生存以后 生存好了以后 人要有休闲活动 那么休闲活动 在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 一刚开始有文学 人的思想就是 进论在文学里面 文学有无限的想象 这个其实简单讲 就是一种元宇宙的概念 那么文学以后呢 有绘画 然后呢 有时候这个还不太具体 所以我们就有序剧 就是有各种的那种话剧 然后又有音响 然后当你的进化到电影里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 声色 演所有的这种情景 都非常的逼真 那么 其实呢 我们简单跟各位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看小说 你看武侠小说 如果是男性的观众 他会想说 我就是那个主角 你就会把你自己的情怀 投入在那个主角身上 这个也就是一种 虚拟的化身 我幻想成为一个武林高手 对对对 那以前只是在你的脑子上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进入 那我们再讲 今年的四月 NVIDIA 辉达的老板 黄仁勋 黄仁勋他就是 在线上的发表了 发表了一个 就是他发表他的产品 全世界的人都 觉得这个黄仁勋很棒 因为黄仁勋他的招牌 就是皮衣 那个皮衣看起来都很炫 结果到今年八月 他讲那个是假的 那个是 他那个场景 就是黄仁勋 黄仁勋那个人是假的 他直接 黄仁勋他们有一个 他们开一个叫做 Omiverse 就是全方位的宇宙 这个宇宙呢 他可以去见黄仁的人 完全一模一样 他也有公开 他那个建模的过程 用很多的摄影机 然后用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运算 去把你做成一个 真的黄仁勋 那么他在前一些日子 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 黄仁勋他们有一个 也是GTC 就Graphic的一个 Technology 一个Conference里面 黄仁勋建了一个卡通版的黄仁勋 你可以直接问他话 他可以有人工智慧 那么元宇宙我们 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是 一直刚开始 你可以想象 那元宇宙需要 他可以第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 他是5G的一个杀手机应用 也就是说5G 我们现在想有很多的应用 那5G的一个杀手机应用 就是元宇宙 第二个你可以把元宇宙 想象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 你进去以后 是一个沉浸式的网站 那么怎么样 沉浸式呢 当然我们在2015年 2016年 开始有 我们讲 虚拟实境 VR Virtual Reality 或者是扩增实境 Argumental Reality 这个概念出来 那么这个概念出来呢 当时很红的就是 脸书 现在的Meta 他就是并了一家Oculus 对 他用20亿美金 当时大家觉得 就是发疯了 因为那个也是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脸书的主客博钱太多了 对 因为那个 竟然跑去买了Oculus 新创公司 他也是在那种 新创平台 就是那种 那个募集 募集资金的平台 居然花20亿 他花20亿美金呢 就是并了这个Oculus 那他其实 就已经想好 但是问题 这一种 头戴式的 虚拟实境的一个 我们事实上是很炫 很多人有看过 但是他的有一个缺点 应该戴得很不方便 你戴了一个 一个这个头盔 而且以前更麻烦 一个头戴式装置套上去 然后还要线路连接到 电脑主机上面 怎么看你都觉得很笨重 我们现在在讲 就是在2015年 2016年 运算力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一定要连到电脑 而且你那个电脑 还要高阶的电脑 低阶的电脑还不行 运算力要很强 但是从2015年 2016年到现在 运算力强了很多 第二个 无线传输的速度也快很多了 当时为什么没有办法 直接用无线传输呢 因为你的速率 3G 4G 可能都还不足以 但是现在的5G 它大概的 5G就是这两年才开始在建筑 对 就Gigabit开始 就是以Gigabit 然后现在的Wi-Fi 6 也是Gigabit起跳 所以在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一种 environment 这种环境之下 就出来 然后我跟各位报告 大家想 Metaverse 跟什么有关呢 第一个 就是运算力 因为你Metaverse 要很 CPU GPU 对 因为你要变成3D建模 你要在里面 能够在里面 遨游那一个世界 它等于要 很大的运算力 而且这个运算力 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是5G的一个 杀手机应用呢 因为它要传到 比如说你要建一个3D的 以前是随随便便的 那种卡通图 现在是要建得很像 房子都很像 很模拟的 怎么样 你可能在你近端的设备 你还没有办法 达到这个运算力 一定要上云端 云端的Server 就是云端的Data Center Server它帮你运算 这个地方需要很多运算力 所以坦白讲 第一个受惠者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是提供所有 现在所以台积电呢 目前他们最重视的叫做HPC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就是高效能运算 这个高效能运算 就是瞄准将来像元宇宙这些用途 那第二个当然 就是你要有IC设计 你要设计各种不同 包括传输 包括人工智慧 所以你看 最近NVIDIA那个市值 以前台积电是半导体里面 市值全球最高的 现在已经被NVIDIA 把它抛在后面 这个就是NVIDIA 这种IC设计公司 它有很强的IC设计 显卡 但是他突然发现 因为显卡它是用平行运算 所以平行运算呢 黄连勋是太厉害了 因为他原先有一个受挫 因为他本来想进手机的市场 结果手机他煞以而归 但是呢 他后来想到这种平行运算 运算力很强 所以他进入人工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做深度机械语言 机械学习 这种学习以后呢 你就有人工智慧 所以现在黄连勋 就是说NVIDIA最厉害的 其实GPU 它的那个GPU 它就叫Graphic Process Unit 它是一种运算用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Data Center 就是在你的那个资料中心 很多运算中心 事实上要有很多的 黄连勋他们的GPU做 然后很多我们现在 很多的这种工厂自动化 很多都是要用 其实NVIDIA在人工智慧 这叫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方面 黄连勋他们是遥遥领先 市占率大概七八十%以上 所以难怪他的股价一直推升 那我们回头过来讲 其实他现在原理就在推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你这个头戴式装置呢 我觉得那个线都小问题 它会产生第一个 它会产生眩阴 因为你很深入 其实很不错 其实这个疫情之间 有这个虚拟实境 或者是扩真实境 是有很多 比如说不能出国旅游 你只看那个电视 就是只看电视平面的 还没有那么好 你如果用虚拟实境进去看 整个你会生理其境 但是问题你看了十分钟 头就晕了 所以为什么以去年来看 去年AR VR的 这一个头戴式装置 整个薰门 就是出货量才六百八十几万台而已 全球 这等于是非常拼了 所以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那么大家在等待 苹果的 苹果的AR眼镜 如果它只能 就是像我们这种眼镜的话 不会造成太多的 但是你运算力要强 要怎么办 可能运算力就要晃到云端 所以我们来看 整个Metaverse 会推动整个科技的发展 整个科技 它是一个推动力 那它怎么来呢 第一个通讯 要很强 通讯 要有很强的通讯 我们5G最重要是 Low Latency 无低延迟 等于几乎那个延迟很多 然后速度很快 那而且它是 等于是多连结 它的一平方公里里面 可以放一百万个设备在里面 因为到时候将来 每一个人 我心里不满足 我就可以去元宇宙 那元宇宙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元宇宙 进入另外一个元宇宙 我在这里 输钱 举例来讲 我在这里我经营事业失败 我去另外一个元宇宙 看看可以不赚回来 选举失败了 可以去元宇宙 自己再选一次 像以前我记得 这个当时元宇宙 在2003年 就是根据这个溃血 他们就做一个 虚拟神实境的一个游戏 叫做第二人生 很多人在第二人生 他注册有六百万人 确实是第二人生 真实人生以外的虚拟人生 对你的虚拟人生 但是那个时候的 technology还没有那么进步 整个那个图案 图形都有 甚至我还看到 好像Hillary跟柯林顿 他们在第二人生里面 做一个那个 类似他们竞选的广告 在那里 所以将来的元宇宙 以后比如说 你要做竞选广告 你就在你元宇宙里面 做广告 而且那种是 人对人 看起来不会说 它是一种interactive 就是交互资 那我们来看 元宇宙其实是刚刚开始 这个是刚刚开始 我觉得以后有无穷的发展 刚刚金融大哥有讲到 元宇宙是刚刚开始 可是你知道吗 台积电到高雄设厂 现在传出来说 是因为元宇宙相关的 灰达 以及超微大客户的订单有关 真的是这样子吗 广告后回来告诉你 元宇宙的发展 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而且有消息说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到高雄设厂 是因为有大客户的订单 要发展元宇宙的关系 所以曾威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元宇宙三个字 看起来离大家很远 怎么台厂订单就来了 还源源不绝啊 台厂是第一个受惠的 而且说实在的 元宇宙随着这个挥达 跟超微他们订单 进了台积电 而台积电要进高雄 所以结论是什么 有可能高雄市 会成为全球第一个元宇宙城 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潜力的 为什么呢 高雄就变元宇宙城了 对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没有什么是不能够达成的 刚才我们听到吴大师 他讲到的部分 元宇宙充满了魔力 这个不是只有魔幻虚幻 它是能够让所有的人 到时候有人手一把手机 戴了相关的眼镜 你就可以沉浸在你的 这个虚拟的世界 那这里面 我觉得他充满了魔力 而且现在正要开始 我怎么听你讲完 我觉得教育不需要担心 我们不是在中国 不需要直接打压 但是说实在的 到时候很可能 所有的小孩子 都会不只是沉浸在电玩世界 大人也沉浸在 他自己想望的世界 所以我只能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觉得我补充一下 吴大师刚刚的 我们这段时间研究 元宇宙为什么充满魔力 因为他会把人时视地物 整体全部都颠覆 那这几年看到路具 非常红是什么 是穿越 所以很有可能 你可以透过这个 元宇宙的世界穿越 达到你自己心中想望的 而且你可以在那个世界里面 完成你所有的愿望 在这个部分会全面的发挥 而现在要发挥在哪里 高雄 高雄的元宇宙时代来临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讲 因为你看 这几天我们当然只知道说 高雄在这个11月9号 这个台积电已经讲说 宣布了7奈米跟这个28奈米 要直接进到高雄市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台积电 获得的相关包括挥达 甚至包括超微的 跟META有关的 元宇宙的订单 很可能就直接会进到 它的7奈米厂 这个部分 这个充满了大家 当然它现在没有完全定案 那不要忘记了 它明年 2022年 马上就要动工 那么24年 它就会量产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消息 虽然还没有证实 但是充满想象空间 充满了想象空间 充满了想象空间 那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子讲 各位观众我们必须要讲 其实刚刚我们听了吴大师讲 你就会知道 其实元宇宙它有很多的基础的架构 跟AI 跟5G基础架构 它基本上是一模模一样一样 基本上当然它会更快 那它需要的主要的部分 包括绘图晶片 包括这个高速运算等等 那在这里面 其实在台积电 在7奈米 这里面其实就有机会去完成它 那台积电 现在到高雄去市场 现在充满了一个想象空间之外 你知道我们以前也讲过 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讲 台股一颗苹果就台湾 因为我们有iPhone 所有的各式各样的供应链 都在台湾可以完成 里面有将近7成 台股有7成左右 都在交易iPhone相关的供应链 今年2021年 有的人说 那个叫做电动车元年 电动车元年 里面也一样 一模模一样 其实它能够支出 今年好忙 又要电动车元年 又要元宇宙元年 清皇 明年更忙 2022年我们真的能够预估 很可能就是元宇宙的 这个新的另外一个救星 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供应链 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 那我相信这个题材不断 我觉得这是会有 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我们刚刚有 我们回过头来讲 刚才吴大师已经有讲过 很多的部分 它会跟5G跟AI 相关的一些部分 都会结合 讲到5G 那联发科呢 从今年4月份 它的最高曾经标到了 1185之后 哇 掉跌下 接下来一路往下 盘整中间还跌到800多块钱 有的人要哭哭了 但是你不用哭 这段时间 它的新的一颗救星来了 带在它的头上 那个就是叫做元宇宙 那这个也不是随便 大家都能够说的 以大膜 大膜一向对我们台股 特别是半导体 没那么友善 可是它直接点名了 一个就是台积电 一个就是联发科 那为什么呢 因为联发科具有 财报的优势 它不会让你财报拿不出来 让投信没有办法投资 还有它已经预备了什么 WiFi WiFi的部分 本来就是联发科的强项 那么包括CPU的处理器 跟晶片 这些部分 通通都帮联发科 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那我们讲一下 如果以这个大膜 它出了这篇报告 我们上面有 这个大膜最近 它点名的股票 有好几个 虽然也不止台积电 联发科 可是在这里面 都相关的 比如说 它在这里面 它觉得 如果你一个 那个VR头盔式的眼睛 未来元宇宙 它需要 包括是以即时 跟无线连接的部分 较大的宽屏 刚才吴大师有提 所以这里面 涉及了六个界面 那一个部分 一定是VR 它会需要用到什么 包括就是WiFi 那WiFi的部分 现在 联发科的主流 是WiFi6 未来如果 它一定要 晋升一级的话 它可能要用到台积电 也有可能是 7nm以内的 它有可能 要用到WiFi7 甚至有人讲说 甚至这个 因为你知道 那个联发科 它现在主要的 这个leader CEO 主要是蔡立行 蔡立行是谁 拉打出来 她是张忠谋 培植的 本来是未来的 她的接班人之一 那现在蔡立行 直接来到了联发科 她完全知道 她要如何控制 拥有 这个台积电 要booking 先booking 这个台积电的生产线 所以在这里面 WiFi7 WiFi7 你知道吗 可能是WiFi6的三倍 速度各方面 它的功能效益 至少三倍 所以在这里面 联发科就拥有了 第一个优势 那它在这里面 在这个大摩 它里面特别点名 如果是在元宇宙里面 它从原本的小型股 现在已经变成 大型全职股 那主要有产业界面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有WiFi7 WiFi的通讯设备之外 还有些什么 高速云端云算 你这样讲有道理 难怪联发科 蔡立行说 对台积电 在高雄设厂有兴趣 对 我跟你讲 他已经讲了 到时候 他有可能跟着去 最高手可能真的变元宇宙式 而且你知道吗 蔡立行他讲了 另外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那个他觉得 未来他会是这个元宇宙 基本上 这个业界是认为 他有可能就是 未来元宇宙 最重要的一个成功者 跟着这个台积电 那如果说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他的股价 最近的喷发 这个是非常的有威力 喷发 这是喷发 他原本 你知道原本900多块 800多块 这个盘底足很久 我们这一集都录得非常的嗨 前面是拜登大战习近平 现在是喷发 这个是一直一路喷 那你应该说宏达电 基本上喷了一倍以上 那这 当然这一段时间震弹 为什么震弹 因为另外一个王者来了 联发科来了 那联发科 蔡立行他有把握 他跟着台积电 可能要去高雄市场 就看他到时候 生产线怎么开 你知道 其实做这个生产供应链 我们刚刚也有讲过 在2016年的时候 一颗这个苹果就台湾是iPhone 那么后来是电动车 今年已经很忙了 接下来如果是2022年 那么这个部分 他其实苹果也会有单 虽然他还没有打进苹果供应链 但是三星的单来了 那还有呢 联发科不能否认 他的一个优势 他已经接骗了 这个中国大陆 所有无牌 从没有品牌 白牌的 到现在一个一个 出来品牌的 重大手机厂 到时候你觉得 这个大陆的这些小米 Volvo 这些 他一大堆 一头拿苦的这个手机 他要不要做元宇宙 他要做啊 他要靠谁 他要靠联发科啊 不过中国在做 元宇宙之前 他现在应该先担心 他疫情的问题 因为疫情的问题 在中国已经严重到 虐杀毛小孩 这是怎么回事呢 等一下告诉你 中国的疫情 扩散到二十几个省份 现在还传出说 北京大学可能要封校 但引起人家 更热议讨论的是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 因为防疫的关系 虐杀宠物呢 而且猫跟狗都有发生 所以时期 现在到底 中国是怎么一回事 的确中国的疫情 现在看起来 的确是这个 不管是北边南边 或者是他们的内陆地 的内陆的省份 其实都有这样的例子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 因为有很多的 有一些是确诊者 有一些是必须被隔离的人 可是他们家里面 养了毛小孩 那毛小孩该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你看 现在网络上面 就有非常多的 这些四组 不管是养猫猫狗狗的 这些四组 他们被隔离了之后 不约儿童好几个案例 看起来是遍布在好几个省份 都有相同的情况 昨天我们谈的时候 还以为是个案 对 其实不是 譬如说这个上饶市的 在江西 他被隔离 可是他自己没有确诊 那毛小孩在家 怎么办 他养了一只科鸡犬 结果你知道防疫人员 就直接 直接进入他家 他在隔离 然后你防疫人员 可以直接去人家家 你去人家家 然后拿棒子 把科鸡给打死 活活打死 这是什么样子的行为 然后因此大家就 然后就民怨沸腾 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倾注人家住宅 而且你杀了人家的宠物 而且你看看 后来这个 发文发了之后 陆陆续续 很多人转发 然后也有其他的 这些四组 他们也都发了 差不多类似的 而且我们讲是宠物 其实人家都是毛小孩 我跟你讲 他们都是毛小孩 他们都是家人 所以如果你直接这样 把人家的毛小孩 直接处以安乐死 或者是乱棒给打死 你看看那个四组 有多伤心 而且不只是狗狗 你看这边还有一篇 这个四组 他是养猫咪 他还有猫咪的照片 可爱的不得了 猫好可爱 宾室脸 他是对 宾室猫 他是确诊者 他在医院接受治疗 好了 那他说 他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可是他却接到通知说 他们家的猫咪 阳性反应 所以要给他安乐死 他也没办法回去 看他们家的猫猫 因为他在医院里面治疗 他就很无助说 看看谁可以救救他的猫 然后他就 这种动物的 这些爱护团体等等 他就take了这些单位 可是没有人可以救他们 好了 那因为 用非常粗暴的方式 只是隔离 还不一定是确诊的 他们养的猫猫狗狗 就要被处以安乐死 或者是乱棒打死 然后当然就会引起 非常大的民怨 那引起这么大的民怨之后 好啦 这时候官媒要出来定调 这个官媒就说 这个也要官媒定调 官媒要定调 官媒要 他知道这些反弹非常的大 他说 不可以把别人家的宠物 当作牲畜一样对待 不过 但是 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但是 但是 这个雷厉风行是必要的 所以严厉的措施手段 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猫猫狗狗 因为雷厉风行是为了防疫 所以你们就该死了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是 这些事主他到微博上面抱怨 结果还逼人家要三文 对 还逼人家要三文 我觉得是最过分的 然后接到通知说 莫名其妙的人叫他给三文